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个声音不可思这么一个代理软件的使用教程啊 小哥这边发现呃这个节点信息订阅地址这些发出来过后大家不太会使用啊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声音不可思啊 就声音不可思的话目前来说应该是全平台免费的一个软件 包括安卓端苹果端以及windows一个是麦克斯啊 也就是苹果电脑端都是免费使用的啊这个软件 那我们这边就说一下这个手机端 以手机端来简单说一下 嗯其他几个端都是一样的啊 他都是一样去使用啊 他都是这几个图标啊 都只有这四个图标 大家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啊 这个我们先说一下啊 这个怎么去导入这个订阅节点信息啊 我们点击下面这三个图标的第三个图标啊 小龙这边英语不太好啊 点击过后这里有一个加啊 纽约啊 这个看一下 就是添加的意思 然后内门的话就是名字 比如说小龙的分享 啊 然后这个太普的话 我们选择第二个就是订阅地址啊 导入 然后去小龙这个分享的这个地址站啊 这个站和这个站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找到最新的一篇文章 比如说今天是订阅15号 我们就找到订阅15号 这么新的一篇文章点击进去 然后就下边啊 出密码 啊小龙会在每一期视频里面都会说这个密码的 八二五零六 然后点击提交 啊打开过后 往下翻啊 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声音box的订阅地址 我们点击长按 然后复制他啊 包括另外一个站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站的话 点击这个 也输入这个密码 八二五零六 还进去 好 这边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声音box的订阅地址 我们点击长按 然后复制连接文本也是一样的哈 复制好了 过后回到我们这个声音box的这个软件 然后这第三个图标啊 然后这里有一个加号 我们点击加号 然后点击一个新建 这边你看一下 哎 哎 啊看一下这边名字 啊比如说小龙 分享啊 啊这个taple的话选择第二个 然后 连接长按 然后粘贴 这个的话60的话我们改一下 改成1800 反正看你自己这个他是时间自动更新的啊 更新的时间好吧 然后点击 然后点击Color 拷贝啊 他这个就相当于从福气端 然后就下载我们的这个配置信息 啊看一下这边有了小龙分享 好吧 然后我们点击回到第一个图标啊 这里就可以选择了 我们选择小龙的分享啊 或者上面那个一样的我们点击秀一下 不要这有有一个播放的这个小按钮 看见没有 点击一下他好 他就出来了对不对 就可以是已经在使用了啊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Google 是这个第二个啊 第二个第二个点击过来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节点信息了 比如说什么什么你就自己去选择一下好吧 你要选什么节点你自己去选啊 这边就有 比如说你用电报的 想用哪个节点啊 选一下就是了 还有这个推特啊 这个FootyBook啊等等啊 Apple啊 但是自己去选择设置一下啊 他就可以去访问了 那还有这上面的话就是通用的了 你自己去选节点也是一样的道理好吧 我这边就不去演示了 这就是节点导入啊 怎么去使用 的一个简单的小教程分享给大家 啊